六狗遇见一位伊朗人,是中年男生,看上去身体很健康。 他也牵着一只狗,那是一只白狗。 他说这狗特别喜欢游泳,他说这狗一见到水就会跳进去游泳。 我说小狗在家也是非常孤独的,也想见到其他的狗。 我说了半天,他用了一个字就概括了,用的是社交social contact这个词。 这位男生告诉我学习英语就是要忘了自己的语言。 用英语思考问题,多和说英文的人说话,这样进步就快了。 这个伊朗人告诉我他是飞行员Pilot,他是加拿大航空公司的飞行员。 他不是Air Canada这个公司的,说明加拿大还有另外一家航空公司。 他说他刚从英国回来。 我在这居住遇见过很多伊朗人,他们都是有很好的教育背景。 有的人还告诉我,他们不上班,他的爸爸的收入也是足够的。 当然这指的是他年轻的时候在伊朗的时候。 我们活着就得自己让自己高兴,和这伊朗人说话我就是感觉非常高兴。 所以写一篇短文送给您也送给我自己。